每一句早晨 和每一張親切的面孔 標誌著創校超過50年的 協和書院 一直秉承的關愛精神 這份精神成為了我們 教學、管理、各方面的基礎 協和書院著重同學 身心的平衡發展 我們的課活動涵蓋多方面 例如各類運動 不同的藝術種類 包括視覺藝術、音樂、畫劇 音樂劇、舞蹈等 領袖訓練以及其他興趣 例如四社、學生會、領袖生隊 中一和中四的生命教育營 全方位學習活動日 超過20個的興趣小組 興趣班以及學會 期望同學能夠從參與 不同的活動之中 找到生命中的熱情 協和書院的同學 除了在學業上取得優越的成績 同時亦都放眼貨本意外的世界 在本地和國際比賽 或者在不同的場合 爭取交流、吸收經驗、獲取佳職 例如在2014年世界機械人大賽獲得冠軍 2017年創意思維世界賽 香港區冠軍 2017年和2021年全港中學中醫藥 常識問答比賽的冠軍 2016年至2019年連續三年 探究社區大氣環境計劃 First Prize in Presentation 在不同的數學比賽 2021年香港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 決賽一等獎 2021年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 兩個一等獎和四個二等獎 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 數學競賽總決賽 一個一等獎和一個三等獎 2020年青年地質保育大市計劃 全港頭五名 2019年足動積艾 青少年發展計劃 創業體驗活動 最佳CEO 2018年和2019年 Young Funderschool Startup Bootcamp Champion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一直非常著重透過心靈教育和宗教教育 一個重要的合作夥伴 協和堂是在我們學校裏面一間的教會 透過緊密合作 更好培育學生心靈成長 包括了中一新生教育主人 中一多元智能工作科 中二探索潛能工作科 中三至中六信仰小組 青少年崇拜 學生透過教會崇拜 和聚會 是在課堂以外 得到靈性上的滋養 協和書院一直重視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相信 建立良好的關係 能夠滋養心靈 豐富生命 同齊家彼此提醒 支持 在面對挑戰時並肩同行 師生亦師亦友 老師能夠借助深厚情義 對學生提攜有道 到其向善 恩財施教 校園充滿有愛的關係 老師和學生 都能夠在一個愉快融洽的環境下 學習與成長 我相信人就是學校最重要的無形資產 這些資產就是智慧資本 人包括了我們的老師和同學 老師除了在學校裏面向同學傳承知識之外 亦是一個學習型的組織 老師在日常的教學工作 照顧學生的工作 和行政工作過程當中 都涉及了不同的數據 資訊和知識 我們都鼓勵我們教職員 可以透過這個知識管理系統 有系統的儲存知識 更可以透過所儲存的數據 資訊和知識 促進彼此的交流和分享 下方都鼓勵我們老師 能夠分析我們學生表現的數據和資訊 從中找出他們的規律和趨勢 以便我們老師能夠確定我們同學的需要 制定合適的策略 吸助我們同學的學業能力提升 以及能夠幫助他們的個人成長 此外 你開設由老師的學習社群 他們能夠鼓勵老師可以分享到 交流到 他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 從而令不同的老師 可以將他們本身的知識 能夠和其他同事分享 廣泛地在同工之間廣傳 也可以藉著分享 再進一步的 創造更多對本校老師有用的知識和技能 例如 如何教好某一個課題 如何關顧同學 如何與家長溝通等等 讓老師團隊的整體能力不斷提升 不但可以保持著學校一貫的優良教學水平 建立良好的校風 更可以將本校法水平可以更上一層樓 本校連續三年是榮獲香港區最具創新力知識型機構大獎 亦是成為了亞洲區最具創新力知識型機構的得獎者 在當中都證明了我們過往在知識管理上的努力得到認同 我很有信心 我也很相信 我們學校是能夠透過同工大家的努力 可以將我們的知識和經驗來分享的時候 可以累積我們更多的智慧資本 另外我們可以與時並進 有更多在教學 在關顧學生上的創新 令我們學校的次分者得益 令本校的霸學水平可以更創高峰 埋向下一個50年